下一代這個 DJI 其實跟 DJI 完全 下一代這個 DJI 配件包 其實跟 DJI 完全沒有相關的東西 這邊就是一堆 KUPO 的一些夾具跟雨傘關節 這個雨傘關節頭我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歡 因為它可以很輕鬆的去調整某一個軸 單獨調整某一個軸 就有點像雙向雲台的概念 單純去調某一個軸 而且你這個軸可以去設定是斜的軸 所以你可以去很輕鬆的去調整斜的軸 然後就是很簡單就是把 這是 C 夾 C 夾也要多帶一些 像是你要夾在一些門邊啊 或是幹嘛的也很容易拍上用場 你這樣子就可以很輕鬆的去組合 然後你可以夾在 隨便夾在 C 夾喔 C 夾上然後再插你的相機也是可以辦到的 那我帶這個雨傘關節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要撫拍的一個 從上往下拍的一個角度 而且要非常非常高 有點像相機在天花板 然後往下看到 一切事物的一個角度 那那個角度呢 我是如何辦到 反正就是用一個大鋁角 欸 大鋁角 沒錯大鋁角在這兒 那這個大鋁角 那這個大鋁角 然後上面再放一個巴蠟頭 再加上一根 這一根 這一根就是上了巴蠟頭 你這裡有一個耳朵 耳朵的部分 然後你就可以直接把它 BOOM出去 把你任何東西BOOM出去 你要BOOM燈啊 BOOM麥克風 BOOM相機都可以 那這次BOOM是相機 反正我們就這樣子 反正我們就這樣子 然後就把相機BOOM到一個 非常不可思議的角度 就是你平常可能要 兩隻大腳 然後再用一根橫桿 才有辦法辦到 那我們這次就是直接用一隻鋁角 跟一隻BOOM桿 我們就把它解決了 而且就是不會陣仗太大 我們除了把我們相機整個兔容拆掉 把它放到我們的這個 雨傘關節上面 就插上去 我們就可以直接把它BOOM到一個 超級高的角度 真的是超級酷訊 因為我在拍攝前還在想說 我們到底要怎麼去執行這個 非常高 從上往下的鏡頭 那我有幾個方案 就是原本是想說 我們可以直接用兩根C角 然後去把C夾夾在上面 去夾那個那個關子 直接橫的 然後從上往下 然後第二個方案就是 我們把這個鏡頭改成手持 然後我就站在床上 然後拍攝 然後第三個方案 就是這個方案 所以這個方案 看起來是最棒 還有另外一個方案是 設住Lial房間 然後看到了他說 頂天立地價好像也可以 然後我想 好像也可以 但是頂天立地價就是 你要有一些安全的方式 而且你還有梯子 你才可以把頂天立地價 頂在那個橫的 牆壁跟牆壁之間 那我也沒有去特別去 場看的時候 也沒有特別去看說 那個牆壁跟牆壁之間 到底是石牆壁 還是空空的牆 所以就沒有用頂天立地價 最後就選擇這個方案 就是用BOOM杆 直接把相機往上BOOM 那一樣我們就是用了那個 剛剛講的齒輪 雲台的齒輪 雲台就在這裡 就是裝到我們的這個BOOM杆上面 然後我們上面調整角度 就變成很簡單 就是你可以上去 然後看角度微微的不對 你可以再下來微調一點點 然後再送上去 就你變成 假設你用油壓雲台 那這個肯定就是一個 很爛的方法 會整個亂七八糟 要用齒輪雲台 整個就省下非常非常多的時間 去調整那個完美的 對稱的構圖 真的是非常好用 反正這就是一個 我們從上往下拍的另外一個 一個整套的解決方案 那看起來是還不錯啦 那之後應該是 會持續用這個方案 因為第一個就是你站的空間很小 因為一隻腳就可以搞定 你不需要兩隻腳還是幹嘛的 然後你架設的時間 你非常非常的短 就是不用到非常非常長的時間 就還是會需要時間啦 因為你要拆相機 但是就是 省時間不用架兩隻腳 然後再橫桿這樣子 對啊 這個還蠻讚的 然後那這個裡面就是 OK 那這裡面就是很多C腳 然後有這個夾子 大力夾 可以夾鏡子 或是你要夾一些什麼手機之類的 都可以用這些夾子來夾 反正就差不多這樣子 整個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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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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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容易 好 哇 哇 下一個 下一個攝影屁肩 下一個攝影配件就是我們的EasyRade Mini Max的部分 下一個攝影配件就是我們的EasyRade Mini Max的部分 下一個攝影配件就是我們的EasyRade Mini Max的部分 它就是有點像是一個背包 然後你就可以把所有相機的重量放在你的身體上面 所以你在手持的時候你就不會這樣手一直晃 然後如果你手放在一個奇怪的角度 你的手也不會超重然後一直晃 你這個就可以幫你支撐那個相機的重量 你只需要把相機放到你要的位置就可以 這就是EasyRade Mini Max最厲害的地方 那我有看到有很多人去租盜版的EasyRade Mini Max 然後就很好笑就是你在調整高度的時候 真的差距非常非常大 盜版的是你要調整高度你要去調整後面的手緊 然後它才會幫你撐住相機 那EasyRade Mini Max最厲害的是這個部分 我直接示範給大家看 EasyRade Mini Max最厲害的部分就是它的這個後面的承重 就是它的彈簧設計跟裝置 就是你只要你拉到一個高度 它就會幫你定在那個高度 你往下拉到那個高度 它就會幫你定在那個高度 你不用再往上拉 然後哇賽它怎麼又要再去調整後面的什麼彈簧之類 然後往下拉 哇賽它又鬆掉 然後又要再去調整後面的彈簧之類的 這真的是超級厲害 這整個就是EasyRade Mini Max最厲害的部分 那其他的公司 就它可能外觀學得很像 但是功能完全不一樣 這就是EasyRade Mini Max 那就是EasyRade Mini Max 對 啊 我還沒有了 好,那最後一項就是我們的 那最後一個就是我們的SteadyCam 最後一個部分就是我們的 最後一個部分就是我們這個FlyCam 那大部分人都叫它SteadyCam 因為SteadyCam比較有名 那我們就叫它SteadyCam 那這個東西就是物理的影像穩定器 那一樣上面改成了ARCA快拆板 所以我們在雲台之間的轉換都非常流暢 不需要再去換快拆板之類 我全部都換成ARCA 然後 進來 穩定器 那麼 我认为你如何在这一方面的摄影 我认为你摄影 我觉得我认为你摄影 我的摄影 我认为你摄影 这一点不准备 我认为你摄影 我认为你摄影 你摄影 我认为你摄影 那為什麼 那可能就會有人問我 為什麼你不用DJI的穩定器 那就會有人問 為什麼你不用DJI的影像穩定器 第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 DJI的影像穩定器 它有一個大小的限制 不可能加了一個兔龍 然後再加燈焦 然後再加電池 然後再加一個螢幕 然後全部把它送到一個 DJI Ronin的小小影像穩定器 那是沒辦法辦到的 那這個東西呢 你想要加多少東西 你就可以隨便你加 你要加兩個螢幕 三個螢幕隨便你 你要加超多電池也隨便你 你只要配這種平衡 可以配得好 你都可以辦到 那你想說 哇塞我這麼多 可能三公斤的相機 然後加上這個 又三公斤的影像穩定器 你一隻手就要撐個五六公斤的一個 重量 你手會斷掉吧 所以呢 我有另外一個 就是來輔助支撐的 就是我們的背心的部分 那背心 然後加上那個彈簧索臂 我把它拿出來給大家看一看 就是這個啦 就是這個啦 影像穩定器的背心的部分 好啦就是這個 影像穩定器加上背心彈簧 OK 這就是我們第三隻手的部分 OK 這是我們的彈簧 OK 那這就是我們的背心 跟我們的彈簧手臂的部分 我就叫它第三隻手 OK 在這裡我們的彈簧手臂 OK 那就是我們的彈簧手臂 跟我們的背心的部分 它就是幫你撐起這整個 五公斤六公斤的重量 這真的是 你如果沒有這個背心 你手會直接斷掉 你就是 它把重量轉移到你身體 腰上面 所以你就是 只有腳在支撐你整台相機的重量 而不會你上半身脊椎 還要去支撐你相機的重量 那就會變得非常非常的累 那從腰直接傳送到你的腳 就可以減輕非常非常多 什麼腰痠背痛啊 肩頸痠痛的這種問題 那調整 調整平衡其實也跟DJI差不多 調整平衡也是一樣 調整平衡也就是跟DJI一樣 就是熟能生巧 你只要越熟悉 你可以調整得越快速 所以你不管是改變焦段 改變箭頭 你要改變什麼東西 你需要改變低角度拍攝 你就是動一動 很快就可以把它改 就是調整好 不會像是說 就不管你是 就是你初學者 不管你是用DJI影像紋理器 還是這種機械的影像紋理器 你永遠就是 很你要調很久很久 但是你熟能生巧之後 不管是DJI影像紋理器 還是這種物理的影像紋理器 你都可以快速把它調整好 這就是 要靠經驗咯 好 好啦 OK 那我們的攝影器材 OK 那我們小小劇情影片的攝影器材 分享就差不多這樣子 那我旁邊還有一大堆的 這些都是燈光器材 那我之前有分享過燈光器材的部分 那如果有興趣就是 小小劇情影片 燈光組到底要幹什麼 帶什麼東西 那在另外一支影片有做分享 那我們今天就單純只分享攝影組的部分 好啦那大家喜歡這支影片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攝影相關分享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yu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拜拜